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夜 我现在在杭州 最近杭州要开亚运会 我们都非常的激动 如果你们在杭州的话 你们会看到非常多的亚运会的元素 而且很多设施跟服务都变得非常的便利 最近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来杭州玩了 不过我想跟他们玩的有点不一样 我想去一个小众路线 就不再适宜的那种 然后还想拍出一座非常好看的照片 是什么样的照片呢 你们待会就知道了 我先做一个很特别的造型 登登登 造型好啦 现在出发去第一个打卡点 宁安博物馆 这是中国首位普利字科 建筑奖获得者 中国美术学院 建筑学院 教授网术明先涉及的博物馆 光博物馆本身这个建筑 就值得来杭州恩刷 而且非常出篇 第二个打卡点 青山湖 来杭州必须得跟着我 别光去那些西湖啊什么的 还是可以去一些小众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 这些绝对小众的湖 它叫青山湖 还是现实版的绿远仙宗 黑天王 哇 哈喽 这里还可以划船 没有 老师过来划船的人多吗 多的 穿旗袍的多吗 穿旗袍的不多 穿旗袍的外国人呢 那就你一个 这里到了下午光鲜很漂亮 所以我们走去前线拍了几张照片 第三个打卡点 皇宫旺颖居地 这里可能是我所有打卡点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这里是一个很有历史 很有艺术气息的地方 我们先做了一些好玩的互动游戏 我觉得把新科技和传统文化和历史结合在一起 可以让小朋友更积极的去了解历史和艺术 而且大朋友也很喜欢 我们还去了解了皇宫旺的历史和创作意境 蒋姐老师很了解 也对我很有耐心 了解之后我们去看了皇宫旺的隐居地 这里就是他创作富春山居土的地方 他这个创作环境确实很令人羡慕 我们也稍微启发 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创作 看错了 我以为 干嘛 干嘛 没想到这里这么出片 第四个打卡点 深奥村 这里是深奥村 这里的生活非常安逸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木质建筑 非常美 我感觉深奥村最好玩的是这里的阿姨们 这位阿姨教了我中国传统香囊 这是我们国家的 杀人 杀人 你做香包你喜欢哪一个气味的 你选一下 这是预防反冒 你闻一下 你是喜欢这个气味的啊 嗯 嗯 对慢慢的 这个是曲闻的 我觉得多来一点这个曲闻 然后那个有预防杠吗 嗯 是的 好的 挺满用的 好的 又虚邪的吗 虚邪 虚邪你人告诉你什么 你人只要没有毛病 你满身正气 他就不会有邪气压你 真的 我是不是说错话 嗯 不错的 嗯 不错的 这你给他记住口 辣 时间 哎 对 我喜欢这个项目 好的 就在嘴嘴上面 拽 拽 好的 嗯 好了 漂亮吗 漂亮 嗯 漂亮 现在这个 哇 又会是不是好多人都来 是啊 主要是看看这个古村落的古建筑 嗯 几百年了都保存的这么完好 这一片区域就有一百多个院落 嗯 中间有天井的就二十六套 都是上面刻的花呀啥呀 啥呀 可好 这杭州也有天井 哎 哎呀 看看天井 这是天井 当然 哎 哎 他们就是在开会吧 哎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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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会 要学图画 小朋友 在开会 这里还有一位阿姨 她教了我中国传统剪纸 这里进到转弯,把头剪了,就快剪掉了 在这个亚运的,它的三个吉祥舞连续起来 代表我们杭州亚运围十九届的 那么就是杭州欢迎老年人组演出大赛 一等奖,就一个一等奖,是真的,很容易 所以这个也是您设计的 我设计的,我自己先设计好,然后把它剪出来 真的好好看 是的 太厉害了 这次的杭州行程与往年的行程有所不同 这次因为亚运会,城市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到处都是亚运会的元素 而且我也踏上了一个新的路线 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杭州 这些地方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在一起 做出了年轻人可以去学习,打卡,探索,享受的景点 对于热爱旅行的我来说,这里真的,毛侠异 对于热爱旅行的路线 对于热爱旅行的路线